垃圾清廢,基本上其實政府在8月已經延期了兩次 今次不會預期舉人機會已經微乎其美 你再加上卓永卿說,都要等所有事情成熟 各方面成熟才會推行,都已經不斷放軟後風 謝展環等,上次李家超都放軟後風 李家超儘管五天去探望清潔工人 一早跟你說了有很多問題 如果見到有一些人不用指定垃圾袋去扔垃圾 如果我不幫他扔,又會在那裡吐臭,不知吐多久 我幫他扔,你又可能說我犯法 那些工人都好,就是弊毅 然後去到最後都是幫你入一個指定垃圾袋 是不是要工人自己銀錢呢?或者管理公司自己銀錢呢? 這些政府我們說了這麼久,一早叫你聽的 你現在下區先說,原來要用一個小時 原來我們的袋子給你容量不夠 你再找個其他大袋,結果就用多了膠袋 這麼浪費了,你現在才知道嗎? 還有清潔工人一早跟你說過很多年 尤其是你食環署的外判商 怎樣對清潔工人呢?在垃圾房掛些畫又說不行 連給他換衣服的地方又不行 擺下一些東西又說不行 儲物貴又沒有 所以臨時垃圾站已經臨時了很多年 有些臨時了幾十年 連給他喝水的水機也沒有,遮蓋也沒有 一打風,下雨,或者太陽好了 他們就很大劑,指求多福是很慘 但逗你的雞稅這麼多人工 那你探知你工人平時有沒有理一下這些事? 你看他們在廁所垃圾房這樣吃飯 其實一向都有很多這些問題 本身有些垃圾房人或者是銀錢 去買清潔劑、手套 為什麼? 因為外判商沒有提供足夠的工具 但如果你清潔劑不夠乾淨 又會隨時被人罰你錢 這些完全都一面倒是偏幫了那些外判商 但政府外判商被人就你自己爛你 缺乏監管 再說現在政府政策走數 你繼續看那些每天的人出帖 好像加了三元 吃這個沙爹牛肉 出錢一丁 加了三元的餐具 給你什麼餐具呢? 給你兩支 就好像你攪熱飲那些 扁的木棒仔 然後這樣就三元 那些替代品部分質素便宜一些 有幾差大家也知道 人家那些做開文具 現在做紙餐具 出來做示範的 那些叉又不斷 又不斷 撇飯撇不到就撇飯很硬 我心想那些飯好像石頭那樣硬 接著要插那些退飲館 你好像德州殺人狂那樣 我不知道要插什麼 原來就是要找一個飲館插穿那個背蓋 原來就是找一個飲館插穿那個背蓋 這麼荒謬 然後先不要說 我都試過那些紙音館 兩分鐘已經是淋了 插不住了 太多這些事 然後再去到究竟他現在第二階段 什麼時候實施呢? 因為現在鄭占文都要看一下第一階段的情況 第二階段呢 都是盲盒壽司 即止盒藏司 但是鄭占文對他說 我們買壽司看不到又真是幾不方便 你不知幾不方便 第一階段現在就說不用 第二階段也是要的 你不直接取消這項措施 還有 究竟其實在超市買的食物是外賣還是堂食呢? 有些說 美食廣場又是外賣還是堂食呢? 你見到食環書那些又出來說了 在美食廣場的桌椅是廣場提供 不是食店提供的 而且他只有這個食物製造牌照 所以他賣的食物 是全部都可以當外賣 當外賣一樣 可以分一些交合 但是環保處就不同 環保處就不是和你看這些牌照 我只是和你看 如果一早包裝了那些 壽司三文治那些 當外賣 即使你放在現場吃都當你外賣 但是如果那些粉麵兩順飯 立刻拋的 就算你打算放在盒裡 回家吃都當你堂食 不可用膠盒 是這麼荒謬 那麼當時的超市又怎樣呢? 當時的超市 食環書說 他的桌椅是超市自己提供的 所以就一定要當你堂食 就算你買了之後 是拿回家吃 都是當你堂食 就不用交合 但是根據這個環保處說 那些桌椅是他們自己提供的 我們不看這些東西的 都是一樣的 如先包裝好那些 就當外賣 就算你現場吃都當外賣 你後來才來點兩順飯 那些 就一定是當你堂食 不要用膠盒 你想想就是這麼荒謬 好了 問問你環境局副局長 你說叫他們怎樣去 即什麼時候知道 究竟當堂食還是外賣 他說不同部門就跟回自己的條例 即表示去到環保處來的職員 就用環保處的條例去檢控你 或者去抽查你 食環處來到就用食環處的條例去檢控你 和抽查你 你不是搞到人都亂了 即我只講到看 頭都大了 這麼混亂 那些人問我為什麼會這麼亂 我說我都答不到你 是政府自己這麼混亂 即是正中一國N制 一國兩制先 和一樣的食環處和環保處是不同的標準 那你說沒有人說反對環保 甚至酒塑 其實這些塑膠都是石油提煉的產品 但都不講這些了 這些配套未搞定 政策未正式 那些替代品又是不行 結果那些人多反對 如果那些餐具沒那麼差 或者那些替代餐具不用那麼貴 很漂亮那些就要很貴 那些人都未必那麼吵 就很多你配套都未行 政府一方面講環保一方面 你看看新田科技城 你為了要建二百多公廷的濕地 緩衝區保育區 你都可以用這個環評報告錯漏百出 硬要犧牲這些濕地 你說什麼環保 你說什麼保育生態 放煙花過月這樣放 你說什麼環保 他見到很多雙重標準 而這些雙重標準 其實我們經常見到政府 整天都是這樣的 李家超說其實這些 鄭展橫都說都幾好 很多人都培養了習慣 現在自備他餐具 自備餐具是一回事 但有些人都真的不自備餐具 不代表替代品要那麼差或者那麼貴 又說其實對市民的生活影響不是很大 但你上網看一些投訴到不得了 你想一下你現在的人是支持的還是反女多 反女聲音量有多大 你完全都是他現在的 即是你政府我偏聽 經常說出來就是那些人說很忏好 批評我那些好像見你聽得不夠 垃圾清費隨時跟明日打如同一樣 不斷不斷無限期押後 至於這個走數會不會有機會 第二階段都不會實施呢 可能第一階段好像南韓這樣 殺人出一年多都要撤銷 即是你看看你政府還說那些環保餐具 遲些會便宜些 只是那些環保餐具 是增加多少成本 謝展橫和李家超說法都不同 一個是一兩仙 一個是幾仙 兩三無子 那些真是自己製造環保餐具 不是的 增加兩三成的 好質素一點要增加兩倍 即政府連基本的數據你都未有 或者未整理好 就亂出來說 所以我自己個人去預計 如果你政府 這個走數政策 你不撤回 你都是自己去繼續令到你的管治 所謂你口中的威信不斷下降 雖然已經降到所遇無幾